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系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聊的是 台积电拿 前阵子不是说前往嘉义了吗 他还领军台积电主管们前往嘉义 那我就有看到一则就是嘉义的新闻 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积电底家 新案一口气 时灯449笔 单价值充36.2万元 台积电将在嘉义科学人区设两座 COAS先进封装厂 产业大转股 让周边房市大受激励 近期出现快销案 根据最新时灯嘉义预售案 21号首次接肉 时灯 旧创高销售记录 一次登录449笔 最高单价达36.2万元 创区段新高 购物者也买单 嘉义房市近期因台积电设立 能见度大增 某一件案创下嘉义时尚最大量体推案 总销达100亿元 传出潜销不到两个月已经完销 这个案子位于莆子市属于建制特区 基地面积达5200平 含801户住家及17户店面 共818户 规划两到三方 那这个案子呢 在21号首次接肉 时价登录 一口气登录449笔 书价成交最低单价为28.3万元 最高达36.2万元 二字头价格仅46笔 均价则是来到32.9万元 创莆子新高价 那根据专家分析 这个案子从6月底开始接受预约看屋 不只是台积电效应 主要受惠周边有多个产业园区 包括马筹货产业园区 中浦公馆及水上南境产业园区等 串联国际供应链 多个产业园区带动人口红利商机 那从高雄的台积经验来看 该案产品定位精确 规划中小坪数降低总价 虽然互数不少 然而区域仍缺乏供给量 因此创下快销家机 那专家也说明 这波买方以外地自产客为主 多预期房价还会上工 带动买盘涌进 未来该区还有其他建案 外界预估均价也将落在35万元上下 专家表示因新大楼缺货加上价格 短时间也从二字头飙涨到三字头 在地人多入手中古大楼 屋龄10到20年 单价17到20万元 总价也更符合自助客考量 OK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 嘉一人只将面临到一件事了 新房子都不惯他们的事 他们只能租旧房子 外来总又来了 对 天哪 新房子跟旧房子价格很大 但是大家要小心 因为慢慢的旧房子就会跟上了 对啊很有可能了 没错 先讲了就是说 这一下登记这么多户 可能呼应到我们之前 上周可能有些新闻是讲到 有些园区工程师 直接下去包洞 没错 扫楼 对对对 赶快下去买这样子 先不讲他是不是真的 在短期之内 有很大的涨幅 先不这样讲 但是至少他看到长远来看 这个区域应该是会涨 那他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一些实质的东西 比如说工作的机会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自己可能以 自己在科技产业的这个理解来看 他觉得那边未来的房价 应该是会慢慢撑上去 那如果说科技人 或者是这些科技的主管 这么在科技公司的内部 他听到的消息 跟我们外面听到的消息 或感受 我相信绝对会有深度上的不同 如果他们认知是 这个时候应该要去 是不是可能暗示着 可能过去的 不管是工作机会 或者是说先进的程度 可能会有一个程度的保障 不敢讲说他是最先进的 但是应该也不会是很落后的 也许是有这样的讯息 但如果说你只是外面 一般其他人去 可能跟风炒作的话 你可能还不用这么的担心 担心的就是 他产业内部的人去了 这个就以前讲说 我们公司可能股票会涨 你赶快去买 我们公司股票会跌 赶快去去卖 这个内线交易违法 对不对 没错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 有点像内线交易 很像 他有一些比较 资讯 inside的一些消息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能 就不能随随便便的 就说 这个可能进去太早了 如果说消息 真的是这么正确的话 那可能这个时候 早早进去 也许才是 更能够获利的机会 不过讲实在话 我真的觉得 嘉义那个地方 真的现在是价格 涨得有点太高 太快了 真的 因为他跟其他几个 科学园区的区域比起来 他才要开始而已 他很菜啊 对 科员菜机 对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那当然这是两种看法 反正我不是看他现在吗 我看他可能五年十年后的话 那我这个时间进去 早点进去不好吗 也没有不好 那但是如果说 你会担心的话 那你晚几年 可能没一瓶贵一点点 可是你可以拿到 比较确定性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也不是不好吗 对不对 那最怕的就是 先进去的这群人 他们已经确定了 开发的状况了 但我们还不知道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 资讯落差了 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我相信 嘉义在地的人 刹那间会觉得 那个区域可能很难接受了 真的 就跟曾经的高雄人 还有台南人一样 突然醒来以后 那怎么这样 那边是在跪什么 真的 对不对 然后一下你会突然发现 好像有一条线 那条线是科技人 或是说投资客 操作的 这边才是我们自己在支柱的 真的 再过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好像不过去那边 捞一点不行 那怎么现在成本这么高 对不对 后知后觉 这有可能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地人通常 一个区域准备要起来 在地人通常都是 第一个先反弹的 比较难接受 因为就在你旁边 就我之前跟你讲过 我跟你讲说 譬如说你哥很帅 很多女生喜欢 你不会感受到的 对 我就想把他拖汤 这样子 他在学校很受欢迎 你就不知道人家到底在看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难免 不过像现在这样子 看起来就是 你不禁的去怀疑 甚至我真的有想打电话 给朋友问问看 是不是真的 那边的状况 还是我不知道 我们的粉丝朋友 是不是有知道一些内情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 实际那边的状况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是确定 但新闻还没有报的 你可以小道消息给我们一下 好不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相关的 这个产业的朋友 也问一下看看 不过我现在看起来感觉 好像是消息蛮确定的 真的很想了解 到底真的是怎么样 对 之前我知道是确定的 但是我不知道 确定到什么程度 但是现在一下出来 400多笔 感觉我这个确定的程度 可能 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再多了解一下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 我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